院長、委員委員 反滲透法完成刪讀了 在完成刪讀的這個時刻 让我最遗憾的是反紅梅的条款 没有通过 刚刚有民进党的朋友说 按照现行通过的反滲透法 可以处理红梅的问题 请容许我表达不一样的看法 我想接下来 时间会经过 时间会验证 有没有办法处理 是不是能够落实 未来当媒体一手拿着中共的资金 另外一手把他们的广告变成新闻的时候 我们还是不是按照 现行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规定 处罚十万到五十万 还是果真 目前所通过的反滲透法里面 存在的什么样的条文 我看不到 我没有看到 真的还有办法来加以处理 最让我遗憾的事情是 今天 当我们在处理反滲透法的时候 希望能够遏止 这些假讯息 这些假新闻 对台湾民主 所造成的伤害 在这法案的同时 竟然还有不负责任 我们的蔡总统 所说需要被处理的网军 在外面拼命的恶意造谣带风向 说时代力量 我们一开始提出的 增列议程 矿业法排第四案 会拖延反滲透法的审理 反滲透法排第一案 整个表决下来 花五分钟 请问如何拖延反滲透法的审理 按照这个逻辑 本月今天中午休息 下午休息十分钟 全部都在拖延反滲透法的审理吗 停止吧 这些恶意的网军们 你们 谢谢黄委员 下一位请曾委员民众